这是2023年7月17日的新浪热搜 17岁男孩喝水被迷晕 遭持枪威胁 胁迫至缅北 7月12日湖北麻城 都市办街道办 记者 这个是一个媒体了 接到了小王和小渣母父母的求助 说他们的孩子17岁才上高中 在今年4月份 二人想要外出做兼职 却被骗到了缅北瓦邦 下了飞机 有专门车来接 上车喝了一瓶他们的水 晕了过去 就啥也不知道了 小王告诉父母 当他们再次醒来时 是一座山脚下 有人拿着枪枝 胁迫他们偷渡出境 玩不成业绩就要挨打 得知自己孩子的遭遇 小王父母说 自己恨不得替孩子受罪 哪怕倾家荡产 父母 爸爸妈妈也要尽一切的努力 把他们救出来 就是小丈的妈妈说的 我们看一下这有一个视频 看看视频里还有什么信号 孩子的爷爷得了皮癌 让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就希望 这里有一个妈妈说 孩子的爷爷得癌症了 希望有生之年 可能要见到孩子吧 说的多迫切 让他有生之年 让他生死最后一命 我们还是这一段时间 我们睡不着 吃不觉 每天就是做梦 就想他还是能够早点回来 湖北的小王和小张 今年都才17岁 在同一所学校读高中 今年4月份 两人外出做兼职 却被网友骗进了棉北瓦帮 当时这个骗子 在那边上人家两个服务 就去过电商了 他说今天我跟你买他 你们直接过来 有人接应你们 然后像分机 他们就坐了小车 对方给了他一瓶矿件杯 他们喝了喝完以后 就迷迷咕咕就睡着了 可能是里面有什么东西 小王告诉父母 再醒过来 就是在一座山脚下 和他俩一同被骗过去的 还有三名年轻人 有人拿着枪支 胁迫几人 偷渡出镜 被骗的一共有五个人 五个湖北省 马城市 有三个 其中一个是女孩子 十六岁 因为 魏州省 有两个男孩子 都是十七岁 到了缅北后的第二天 他们五人被迈进了 同一家公司 园区有专门看守 可以说是 插翅难逃 就是叫他们 诈骗 骗人过去 或者骗钱过去 孩子就是 像我在发出那个求救 就是妈妈 我在这里 前面挨打 有 每个月都有业 业绩没有完成的话 就是挨打 不给挖持 也认识打 我现在也遭过一样的 真的好痛啊 真的好痛 光不得我交着人就败了 我就跟他生了个对 我以为亲战了 拳打脚踢 皮开肉绽 在千里之外 这些画面每天都在上演 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几个人的处境 也越来越危险 我们不敢联系孩子 我们联系上海 只能等着孩子连出 如果有一天没有联系 我们就害怕 就是万一就是把孩子卖了 或者就是卖他的器官什么 挺累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父母儿子 回不来了 但是也不变好和他 早在第一时间 小王的父母就在当地报了警 现在湖北麻城市人民政府 也向黄岗市外办 发放了寻求协助函 我们也期盼着五名年轻人 能早日回家 把父亲交当场 爸爸和妈妈 会进所有的能力 一切能力 把你给你救出来 你在那里 好好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 生活有麻烦 赵哥介绍办 介绍办记者 现场问你们到 一片惊呼 大家都说 哎呀不得了了 甚至有一个最极端的朋友 说的那个话 就更极端了 说这样子应该把缅甸定义为 这个 就类似于邪恶国家的那个意思 就我们应该要出兵 把它当平 这个是最极端的一个看法 我本人对这个事件 我觉得我一再说 它可能是几个问题的巨大背景 他们说的这些个东西 这个可信度要思考 什么坐飞机 我天 谁给我买个机票 坐到哪里都可以啊 坐到飞 下了飞机喝了瓶水 然后就睡着了 睡醒了 有一支枪 我的天哪 有这么高级的一个坏人对待我吗 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 恐怕都没有这么高级的坏人 会这么大的成本对待我吧 这个小年轻的 看起来也不会比我贵多少倍 他们就可以碰到这么高额的犯罪成本吧 这个也都是一些个问题吧 我一再说它是几个问题的背景 一个呢 就是这里韭菜 是太厚了 有20亿的所谓的电扎一节 那样的一些个召唤 召唤力量 一个是就业问题解决不了 等等吧 就是这些个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比如说也一些不太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一个老板呢 他非得要说那些个好的老板 有如何如何的坏 那些个坏的老板呢 如何如何的好 凡是说坏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 甚至可以移民呢 留学 凡是他说好的地方 你千万就别去 去了你就倒了大霉了 这个可能是个最基本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这里面父母所叙述的这些个东西 我是一头雾水的 坐飞机 下飞机 喝一瓶水 晕了 然后有枪 还要到山里去 那他们有没有人可受虐待 可能是会有的 这个就没有问题 是吧 比如说在那里受虐待 你在这里黑煤窑里挖煤的 不野兽 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等等吧 啊 可能 感谢观看